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爆發的同時 我們的記者就在努力的突破封鎖 收集武漢市民的真實聲音 今天我們來看採訪記者的手機 聽聽在疫情漩渦中的武漢市民說了些什麼 中國 一個信息被高度封鎖的國度 當重大的疫情發生在這裡的時候 作為記者 唯一能做的 就是努力在帖幕下收集信息 在每天的採訪中 我們聽到很多求助的聲音 我知道怎麼搞的 你叫中國人不煩嗎 我現在就是病情越來越嚴重了 但是就是得不到求助 得不到治療 醫便不熟 然後我們想測試 醫院又太遠了 家裡沒有去的救 我媽媽兩個人也去不了 你們街道是什麼街道 街道不管社區 他們只說給我把情況上報 然後叫我在家等著 然後注意好格局防護 吃藥要他幫忙 在求助無門的情況下 武漢市民陷入無奈 像我們這種重災區 我其實不想抨擊政府 但是我自己是做的也好呢 我想我連自己家人都救不了的話 我肯定你知道這種心情你懂嗎 我肯定上班這種也沒什麼心思 所以我現在唯一想的就是趕快把我家人治好 你說政府的不管這個事 就是中央插手的話 它也就是這個樣子 讓我們都拿來去能做這麼多 很多武漢市民覺得 能夠被官方集中隔離 總比待在家裡傳染家人要好 但已經被隔離的市民也有他們的無奈 在家裡隔離的 在教練裡隔離 集中隔離的 也無得能關心 就把集中隔離回來 一個人已經上了 其他人 基本的進展 你當年想像的很簡單 我也想像的很簡單 天天煩 那是幾天到現在為止 你叫做誰也不來 還有還有 還有 還差不多好人嗎 目前已經有許多證據顯示 武漢政府和中央政府 早在去年12月就知道出現疫情 但一直沒有公布 1月23號突然的封城 讓武漢市民措手不及 也讓想回武漢經商的人無法進城 無奈之下 仍有人寄希望於政府 但也有很多武漢市民在反思 疫情為什麼會一發不可收拾 武漢確診和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數與日俱增 但那不只是數字 而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 他們的聲音 我們將持續呈現 所以你會按照片 為什麼會有什麼鮮活的 嚴重? 你會來看 有什麼鮮活的